来画面转过来 我再用这一台来示范 现在已经有了花边对不对 我们来加标题 有大T跟小T 小T就是内容 大T是什么 标题 标题呢你直接在这里打 你就打欢迎参加电脑课程 有没有打好了以后我先按确定 有没有发觉在这里了 我们这一个都是物件 所以可以随便移动 按住滑鼠 它是不是都可以随便移动 这里有没有左边有那个箭头 有看到吗 我移动到这个正方形这里 有看到一个箭头往左往右吗 按住它往左边拉 按住它往右边拉 这样是不是可以放大 这样可以 等一下我们再来改变字形 先加字就好了 可以吗 点它 打你想要的字 你如果打字有问题 你就打123456789 确定 有看到吗 这里是不是有箭头 这两边 有看到两边吗 拉大 拉大 这样可以吗 请问 对 你说文字吗 好 我先讲其他人不见得要先听 我很喜欢你的问题 你讲了以后我就比较知道 这里呢 它的字形都会分两种 一种是直式 一种是横式 在这上面的这些中文字是直的 你拉到最下面也有中文字 它是横的 所以它字形你灌进来 它自己就会分两类 一类是直的 在上面 像我现在要直的 它就是直的 等一下旋转再讲 可以吗 各位先试看看 点这个T 大T 打你要的字 如果打字比较慢的 你想要打数字就打数字 然后按确定 进来了以后 练习把它拉大 这里有没有看到 移动到这个黑黑的正方形 上面 你要刚刚好移动到它身上 按住滑鼠 手不要放开 它就可以放大 这样可以 不小心拉到这怎么办 不要 一定不准 一定不准 你就按复原就好了 你不小心 老师 我用到 奇怪 没关系 电脑都有记录你的每一步 你就上一步 上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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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回到原来的样子 不用怕 不会坏 把它沾 不会害 好 试看看 诶 等一下 要把它关掉